欢迎收看陶哥来开杠 我是代班主持人许仲江 国民党行管会今天再度报告 党产净值为166亿 但是劲爆的是 如果银行抽银根 国民党随时会倒闭 而且先前说要捐的 剩余的21亿还不一定 因为每年还有8亿的资金缺口 那国民党真的是成了一个 空壳大宅院吗 不过理清说党产全民分享 每人还可以分1万 那党产到底还有多少 国民党还在闪躲隐瞒党产吗 尤其国民党还把当年 大陆黄金以及国宝运抵台湾 列入报告 这代表国民党是将它视为党产吗 而国民党多年来 是不是吃香喝辣的 退辅会的转投资事业 董作及总经理都是军方退降 年薪两三百万 国家资产还能涂离特定族群吗 另外马总统出访这个猛开支票 还要蔡英文买单 看守总统可以这样吗 相关一提我们一谈讨 首先介绍来宾 民进党立委蔡易渝 大家好 国民党文成会副主委郑士维 大家好 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忠 主持人大家好 还有资讯媒体人王瑞德 大家好 还有资讯媒体人康仁俊 中江浩大湾 好 先来看 国民党今天再度公布党产细项 由于未来每年的支出还高达20亿 但是只有12亿的收入 会有8亿元的缺口 而且如果银行抽银根呢 国民党随时会倒闭 来看VCR 继上次的党团大会后 国民党中常会再次请行管会 做党产专案报告 公布166亿的党产细项 包括土地房屋等不动产10亿 另外党产的中投公司154亿 和新玉台公司的2亿 但要扣掉68亿退休党工准备金 预计支付给限职党工17亿准备金 还有预留回购各定办公大楼的 60亿准备金 只剩21亿 日前才说21亿要捐出 但这次行管会却留下伏笔 党产会升多少 行管会没有答案 国民党粗估每年收入 包括政党补助金 党费和财产信托收入 加一加就12亿 但列出的支出却高达20亿 代表每年有8亿缺口 党内和外界要求捐出的旗带 恐怕要落空了 正义的党产 本党于民国104年的实业 以回正或撤送的方式 全部处理完隽 为目前立法院多数党 却想以无限上纲的方式 假转型正义之名 行追杀之实 好我们看到国民党新管会 今天公布的党产 是不是越变越少呢 从166亿到现金流不足 那么如果银行抽银根呢 随时会倒闭 来请教委员 那国民党是真的成了一个空壳大宅院吗 还是说领油隐藏 或者流入其他人的口袋呢 基本上 我觉得国民党今天又再度的强调 他的166亿 我觉得台湾人就没有人相信了 到底还有谁会相信国民党 讲了这套鬼话 说他的党产就剩166亿 他现在说负债还高于高于资产 所以国民党现在是一个负债的一个政党 那那这些人现在选党主席 他在这边讲党产的问题 现在选的人 不得都装下了 李鑫也是出来讲说国民党党产他保守估计打底还有两千三百亿 那跟新管会这个讲的未免又差太多了 所以我是我觉得在这一波大家在讨论转型正义的过程中 我发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就是过去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所谓的胆产就是指国民党 他现有的一个不动产 包括过去三中的时候 以前都一直是居现在这一块 那之前也是交通部财政部跟国民党在打官司的 也都现在所谓一个三中 那个三中 就我们发现说在这一波讨论转型正义的过程中 我们更加的去注意到国民党 他除了自己的财产之外 最最大的一块就是在所谓的附水组织 那在复联会 复联会我们这样估起来 他在当时因为绕军圈 然后过制的包括振兴音院 包括现在华市也都还有股份 所以这个复联会 这一个附水组织的保守估计 还有七百七百亿 包括救国团 那甚至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 甚至在国民党央头 他转投资出去的 转投资再转投资 那这样交叉子股下的这些企业 那重新被检验出来了 包括说都督房 他是属于中兴电工 那中兴电工 他过去国民党曾溢住了一个 四十亿的一个金额到中兴电工 因为他当时候 这家公司是有点撑不住 那我们再再再更 更回过头去看 过去的时候 也有立委去揭露出来 这家中兴电工 是在民国七十年代的时候 国民党可以去跟中央银行 央行贷款 要跟央行贷款 基本上只有银行才可以跟中央银行贷款 可是国民党可以 国民党去跟央行贷款 然后就是把贷款的钱再去把他借给的这家中兴公司 所以基本上这样国民党整个一个架构之下 他的党产只会更膨胀 他不会再减少 那尤其说我今天在立法院 我在咨询罗英雪的时候 我就强调当年马英九 他他在当党主席的时候 他两千零五年就任 两千零五年的十一月就开始就开始卖党产 尤其最让人家诟病的就是所谓一个三中案 三中案 那单就中广中影中市 我们就讲中影就好 中影是一个黑痴黑暗 他的华夏大楼 当时候就把他设定十五亿 那如果卖出去了 就还有另外八成五的一个回算机制 所以如果说十五亿依现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估价 他三年回算 估价起来差不多四十亿 所以这个中间落差就有二十五亿 那这个在西门上面的新世界电影院 新世界大楼十二亿 现在回算起来是差不多在三十五亿 这个也有二十亿的一个落差 最可怕的是在中影文化城 当时候的价格 马英九卖的价格是二十六亿 现在的市场的估价超过一百亿 所以这中间就产生了将近八十亿以上的一个落差 那如果你用回算机制再把它算起来 至少国民党在这一块 还有一百多亿的一个胆产 就顿入民间消失在民间 那这部分都是在马英九 有当时候的一个决策 贱卖的这些财产 那这中间有没有土利 有没有背信 我今天问罗英雪 罗英雪就呼喊很妙的回答一句 那五二零后 如果这些案件是成案的 五二零后就应该要办 所以罗英雪这样讲说 好那我现在就告发 那我们希望法务部在这段期间 皮就要底下来 因为马英九如果五二零后要办这些案 他现在人还在海外跟着这些空姐啦 在那边唱歌跳舞啦 基本上我是觉得 法务部皮底下来 这些东西开始要来办 一件一件都要把它抽丝剥茧出来 国民党经过五十年统治 在全台各地 尤其台北市 都有非常这个黄金地段 非常值钱的地皮 还有建物 那么说实在的 如果说现在国民党党产 只剩一百六十六亿 而且还说现金流不足 可能会倒闭 说实来的确是蛮震撼人心 来请教瑞德哥 现在显然好像国民党内的人 自己都不太清楚 党产还剩多少 李欣不说两千三百万人 每个人还可以分一万 到底怎么回事 对没有说李欣刊登广告 不当场全民分享 两千三百万人 每个人分一万 这个当然李欣是因为 我相信是因为下礼拜六 要国民党要选党主席 所以这个是他竞选的文宣跟策略 不过最近我对李欣新歌 有点觉得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呢 这跟我们以前所认识的 这个李欣不太一样 因为过去李欣是一个 他能够针对国民党败选的原因 能够很理性用逻辑 等于说论证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还觉得说还不错 他表示国民党还有一些希望 怎么会这次为了要选举呢 之前不是说 国民党的不当党产 什么应该还给党员吗 一个人三万 后来还追加到三十万吗 国民党的党产 不是国民党私相授受的东西 也不是说 不然你管好党员 不然你管好什么 不是的 如果他是正义的 如果他是无懈可及 真金不怕火炼 我们一直讲为什么要冠上不当党产管理条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管理不当的 如果你是合法的 比如说你的党员 每一年党费一百块两百块的收入 你乘以多少缴钱的人 这些就是你合法的所得 这个去扣你 那就没有道理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扣掉这些 合法取得的这些党费相关的党产 然后再把那些无法举证 到底怎么这样 你要去举证 那么事实上的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发现说 最近用所谓的这个政治追杀 越来越用政治追杀 你可以相信吗各位 拥有166亿 这个号称 号称166亿 这个负债扣掉了以后 166亿党产的国民党 他在哭穷 所以现在如果抽银根 要扑散 那我们更要加紧脚步 赶快吹茶 不要等到到时候 立法院通过的时候 变成说已经财产负的 所以全民捐款就党工 不要这个样子我跟你讲啊 所以就表示说为什么呢 166亿的国民党在哭穷 各位观众朋友 请问一下 你们家的现金尊款 有超过1600万的举手 有几个嘛 是 我们老百姓 咱们真正的穷的人 然后呢 你有166亿的净收入 你是正的 你就给他哭穷就对了 还有 最近有一个言论 我不太能够接受 你们到底是在说什么 为什么呢 竟然去扯到故宫的国保 四十几万件的国保 跟所谓的黄金几百万两 那时候运过 那几十 运过台湾来 各位 这一张就是国民党会败掉 中国大陆江山的东西 叫做金元券 当时这一张一千元 面额一千元的金元券 等于是什么呢 刚好俗称小黄鱼的 一根金条五两 他刚好换五两 就用你家里的金条五两来 我就给你这一张 一千块面额的金元券 不来的话我可以抄你家 甚至必须可以当场就枪毙 19个月后 50万两 到等到蒋介石逃到台湾了以后 李中仁代总统 你知道那个面额高到什么地方吗 500万两 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号称几百万两运来台湾 那时候分别蒋介石用所谓 总统时候跟所谓的中国国民党 那个总裁的身份 他不是国家领袖 他运过来你知道吗 里面有160万两以上 是当时掠夺 是当时老百姓的名指名高 用这个骗的 骗来以后才这个来的 不是国民党的党产 那现在国民党是不是真的在喊穷 也就是说真的是现金流量不足 所以把这个脑筋 动到过去的黄金 还有国宝呢 我们来看到 因为今天刑管会的这个报告当中 他把这个党产的内容 以及变化当中 他特别提到 在大陆迁台时期 当时国民党将中央一行的两百二十七万两黄金 还有外汇大约是十亿美元 那还有这个故宫博物院的这国宝一批 运抵台湾 他提到这一批 这个包括这个黄金 还有国宝等等 他意思是什么 是真的国民党钱不够了吗 所以在打这个的主意吗 表示是说 他的确是有贡献 来我请教士维哥 那早这个下午 其实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说国民党真的是现金不足吗 那所以现在呢 这个脑筋动到这边吗 表示说 这些也是算党场的吗 那感觉上 那说实在来 人家就说你们党国不分嘛 连这个国家的资产 也算是国民党的吗 我想最近从选后 或者是选前 大家在讨论这个党场 选后讨论的更多 那就如同刚刚蔡一维委委员所提出的 他也有他的看法 每个委员 也都有每个委员的看法 甚至于民众 也都有民众 自己的一个想法跟看法 那我们站在国民党的一个立场 不管说是在李登辉时期 连在时期 至于马英九 朱立伦 到现在这个时期 行管会出来报告的 我相信外界都不会相信 外界都不会相信 但是我最近 我又感觉到讲说很纳闷 有时候那时候就讲说 哎呀一个历史背景 威权体制 党国不分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有他的历史背景 但是大家就讲 哎 好的 都是国民政府 都是政府的 如果不好 都是国民党服务的 啊经常说党国不分 党国不分 啊党国不分 如果说国民政府策略来谈 那个时候 你看到228的时候 都你们国民党政务 下令的 然后怎么样 事实上我不想 我们也坦然啊 如果今天党产处理条例 你通过的话 我刚刚就讲 有法 你就依法行政 没有法 大家理性面对 去立法 然后怎么样子 来让这一个未来的法 立了之后 怎么样让国民党 或者是其他党派 大家来预循 这一个党产处理条例 我们都OK 因为为什么 大家会觉得讲说 日剧时代所留下来的 日产时代所留下来 国民党就听到 我们同意啊 如果不合法的 我们做返还 我们做捐赠 我们做把它归还 都OK 那如果说是合法的 我们现在党团也决议了 就是直接都把它捐掉 因为为什么 国民党的党产 毕竟过去是资产 现在来看的话 它是真的是 可是现在你刚才说 剩下来能够捐出去 问题是今天就说回去啦 现在就说可能还捐不来 所以说下午的时候 我也跟宋江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讲嘛 如果说以一个公司 你资产300多亿 负债 那个去银行借款200多亿 那你的净值 以银行建价 鉴定的价格 剩下160多亿 假设如果说 每个月的一个金流 你如果出现了问题 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 民进党上任 陈水扁政府 就曾经 来跟我们做这个 抽银根的动作嘛 那现在如果说 欸 520 蔡英文政府上任了之后 会不会有类似的一个情况 被金融业者 大家来抽银根的话 那这样如果 我们说是 公司有存在那么多 但是你的金流 如果周转不过来 你就是要倒了嘛 所以说我必须要讲 不管了 今天我们 審管会的一个主委 他出来做报告 或许 外界也讲说 你国民党在哭笑 但是不管如何 我们有这个坦然面对 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把它处理解决 我相信 把这个包袱 怎么样子给脱掉 这个是我们坦然面对的 我请教伟中 这个国民党行管会 今天特别把这个 当年的黄金 还有国宝拿出来提 我比较好奇说 他到底用意是什么呢 是强调贡献吗 还是说强调说 这应该是属于 国民党所有呢 其实 这是国民党 一直以来的一个 所谓的论述 其实以前有些 立委或说中常委 其实有这个论述 就是既然你要说 党产是不共不义的 那当初我们带来的 那不是 那就是我们的贡献 那甚至 那个背后隐含意思说 你说党部不分 那那个东西 好像应该是国民党的 其实我觉得谈这个东西 意义不大了 真的会引起人家的非议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就是市委刚才也是 非常坦率跟诚实 就是说 其实不管哪个时期 公布的党产数字 大家都不相信 那既然是不相信 其实就做一个 很简单的动作 就是以招公信 怎样以招公信 你的资料 你的党案 国民党有的 其实就是公开给社会 给公正的单位 不管你是会计师 不管你是 长期关注党产的 这些学者 或者是民意机关 让他来看 对 就说让他来进行 一个独立公正的调查 来把这个调查清楚 所以应该有个第三方进入 这一定要这样子 因为国民党也都知道 别人不相信 因为这个东西 现在状况 就算是真 就算一百六十六一为真 社会也不相信 那怎么样以招公信 真的就是让独立第三方 那这个独立第三方 或者公正第三方 其实就透过法律 来制定 那就是不当党产 来处理的条例 这个东西 大家说有针对性 有清算 可是我必须说 党产本来就是 党国不分体制 在遗留一个特殊的问题 本来就是要针对性的去解决 这个大概没有办法 那再来就是说 国民党要面对一个问题 今天有个倒闭论出来 我觉得是这样 刚才公布的那个数字 就是二十亿的党务 党务的经费需要二十亿 那来源不足 因为来源呢 这个政党补助金是一点六亿 党费就零点五亿 那剩下是信托 好 那中间还差八亿 那我觉得是这样 任何的公司 或大家都最基本 这个收支的概念 就是量入为出 不是吗 就是说我 我的党有多少的收入 比如说政党的收入 政党补助金 然后党员以及我们合法政治现金 以这三个为基础 来规划党要什么样的规模 对不对 我要多少党勾 退休金怎么处理 应该是以这样的基础 而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党员 我这个党产信托问题 我没办法卖掉 我没办法处理 我觉得应该整个颠倒过来 尤其国民党现在已经败选 是 第一两千年败选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还在中山南路 那个那边就是凯拉高辉大楼 那边大楼 那时候党内也很多说 我们应该搬走 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在 那也不适合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 整个改换思维 要赶快立法 要公正第三方来处理 是的确 现在国民党在说 党产生一百六十六亿 外界一直都不相信 就在于说 国民党是不是有可能 把一些其他的资产 隐藏在其他地方呢 包括是不是有国营事业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时代的杨立委林昌作 就职两个月来 他说天天都在生气 因为退府会转投资事业 充斥着仇庸的问题 来看VCR 我觉得我过去一两个月 大概把这辈子 所有发过脾气的总和 都加起来了 时代立场立委林昌作 越讲越无奈 被朋友公认脾气不错的他 当立委两个月来 却天天生气 甚至在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上 直接对退府会官员发飙 委员 这个董监事 基本上我们都高标准来看待 这一整个这样的制度 难道不是仇庸的制度吗 我随便讲 网路上可以找到这么多厉害的退府军长 我们一个都没有用过 几十年来一个都没有用过 我这几个礼拜我每天都愤怒 我每天都 我那个 我没办法不生气 我看这样子的状况 没办法不生气 我对以前 我觉得那些立委怎么在咆哮的 我现在都觉得对他们很不好意思 为了退府会转投资事业的仇庸问题 林昌作有备而来 却得不到正面回应 让他直接发难 过去最不以为然的质询方式 却在自己身上上演他满腹怨言 质询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问题你要问对方 但是对方往往都识问虚答 然后你平常在看他们给的报告 也都避重就轻 这个过渡时期 他们只剩下两三个月 他的态度就是 不撩你不甩你的那一种表情 那真的让人 这真的不是我习惯的生活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民意代表 我们就只能还是非常严厉的 要为人民把关 好 在上一段的讨论当中 有关国民党党产的问题 那么其实谈到国民党资源 可能还有另外是属于国营事业 那么其中退府会 转投资的事业非常多 掌握了重要的物资 我们来看退府会 他经营了哪些的这些资产 包括天然气的部分 星星等就有15家 那么客运 百货 影城 生计 农场 医院 工程 水泥 金融 渔业 环保等等 都是退府会的转投资事业 那特别是这些转投资事业的 这个董作还有总经理 年薪都是两三百万以上 来请教这个任俊 这个部分显然是不是也是一个 国民党可以运用的资源 相当大的一块 那特别是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是这个转型阵营当中 必须扭转的一环 当然我觉得退府会 他有他的功能存在 因为退府会最早的时候 我记得他的成立的宗旨 是要照顾所谓的退府军人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要先肯定退府会的 这一个 那问题是 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是说 你退府会照顾的军人的这一块 你照照顾的到底是一般中下阶层的军人 还是只照顾这些所谓的高官 高阶降官 你刚提到的那些 那些事业里面 我们单独再抓出来看 譬如说以新自备来说 这个都是在天然气方面 你看你刚刚讲到有15家 可是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他最大凸显出来是 天然气叫做独占失业 你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的名字 譬如说新新新 新龙 新龙在台北 新宿代的 新宗台中 新陶 陶原 云林 嘉义 亭东云 你只要看那个后面那几个字 你大概就知道 他大概是什么地方 所以全省 几乎全台湾 每一个的这天然气的部分 除了花东离岛地区 他还跟你说 花东 他还跟你说 我们要用瓦斯桶之外 几乎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退府会 他们来站 那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 董香龙在去年 曾经也被质疑过 就是说你退府会 这些高级的将领退下来之后 去转到这个所谓的退府会的事业里面 去当总经理董事长 他那时候讲一句话 他说 因为这些人 其实他们都有管理的专才 所以呢 我如果让他们到这些退府会 经营的事业里面 我还帮国家省很多钱 这样子 拜託 你这独占事业 你跟我说 我就算放一个酒头在那 这个公司也会贪钱 因为你只能用他 你只能用他的系统 不然你跟我说 你开放天然气 大家都来装 管线都来做 他实际上是有难度 所以我觉得董强 他今天在这件事情的态度上面 为什么会让人家仔细讲说 你是不是只读后某一些人 我还是这样强调 如果你今天在 很多男人都要做兵 如果你当兵的这些人 你确实有管理专才的时候 肯定要做到中将和少将 才有话就做当署上 你退府会 也转介这些人 去好好服务一下 你不要每次跟我讲说 因为退府之后 官大学问大 因为他当过 当道将军 所以他什么都懂 我觉得没有这个道理 第二个是 我觉得退府会 他基本上他跟国民党 我觉得还是要把它切开来 我们也不能说 怪国民党这样说 你退府会 也在算在国民党里面 但是我要问一下 国民党现在感觉上 好像夏浦你知道吗 夏浦同时 红海要合并的时候 动不动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什么奇怪的负债 可能隐藏负债在里头 你现在国民党也敢说 拜托我跟你说 可能也会去抽营 也会破产 朱立伦那时候选党主席 才讲说我们两百六十七件的不当党产都归还了 当初是他说我党产都处理了 他怎么不说会破产 那事情 怎么到今天讲说 要开始要清查国民党党产 国民党突然讲说 不行 我跟你讲 我们其实会破产 我们当时在讨论什么 在讨论中油跟台电 我们批评他的所谓的成本过高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看的就是你的人事经费 你是不是有冗原 你是不是有浮烂发放的状况 你是不是有一些人 他其实可以被裁册 但你还在用 你如果真的去看说国民党行管会 今天所提出来 他之所以讲说我不能捐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人事费用 包含限职跟退职的党工 我就会花掉很多很多钱 你怪我吗 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 我们在讲台电跟中俄的时候 我们这些都讲说 奇怪那些东西 你为什么不检讨 他不可以不需要留任的人 他是不是一定要用到这么多 你不能够讲说 我今天双手一摊 我人就是这么多 我要花的就是这么多 所以不好意思 我如果破产 那一把发起全民募捐 救救国民党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大家看的还是叫做态度 今天退府会 你可以照顾军人 如果你今天照顾的是 他真的有专长 你今天把他引荐过去 就算他是个二兵 上兵一兵 你把他退伍之后 你让他过去 他真的有这个能力 我觉得大家不会有话讲 可是问题是 我们现在看看这上面的名单 哪一个不是降自备 这些人在部队里面的风评 大家也可以去查 我不是讲说他不好 你在部队带过那么多的兵 你也去查看 他在部队到底有什么专长在里面 结果这些人退了之后 经过转介之后 大家都可以做当事 做总经理 你跟我讲说 这不是一种仇用 我觉得不能够被接受 的确 而且特别是这些 都是要降自备的 才有办法去当这些 包括什么董事长或总经理 特别是如果想进入的话 是不是要一些特殊的管道 可能要经营一些关系 来委员你怎么看 就是说现在国民党面临问题 在于就是说 是不是有真的去面对 刚刚也提到就是说 你有这么多的人事成本 但特别是你能不能组织金件 对不对 你人员一定要拿到18%吗 对不对 我们先讲退府费 今天我也是跟这个董祥隆 在委员会的时候 我也是说到起身路名 再讲这个退府费 他这样一个 他去经营了 这一个所有新资辈 我们先都讲天然气就好 因为他经营的事业 都很多 先讲天然气 天然气他就真的是一个 寡占的一个事业 那他处理的就是管线的问题 那我就问了 我们这个伟大的董主委说 为什么这一些人 这些退役的一个军 这一个高级的一个将官 而且看起来我从他们的军中的一个简历 有的是政战体系的 有的是保防体系的 也好像跟这个阿蘇都没关系 他就还是强调说 他这有管理的一个专才 甚至他跟我说 我说那以前 他可能说要带兵好几万人 对 带兵好几万人 我说新店气爆怎么说 管理到的都会气爆了 然后都出人命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们在管理这样一个管线的时候 因为他们在军中都管那种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港 都差不多四公分以上的 所以现在要管这可能一公分的 他比较好管 我有想想...我听听 我觉得很陷阱 军中的管线会跟民生的会比起来 会更复杂吗 军中可能一条大级港 就直接通缉了 这样就改管了 他就管这只大级港 很厉害管 管到民生的 我觉得那个落差是很大的 所以我还是去强调 我问他的一件重点 就是说 这些退役的将领 跟他们后来转到了退辅费 转投资的这些天然气公司 他的本缝 本缝 有跟后来转到这个公司的薪水 哪个比较高 他跟我说有部分 有部分会比他在军中的时候 领的钱还要多 有部分比较多 那我问他说 ok 那这个时候 他的退休奉 退休奉停了 他说想的很得意 退休奉停了 那我就问那18%呢 18%继续领 那为什么18%继续领 他他已经到了一个 另外一个转投资的公司了 领的薪水已经比他在 继续在当兵的时候还要多了 为什么还要继续领18% 我要提一件事情 如果他的回答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委员要追 因为当时我们曾经问过 就这个问题问过全序部 也就是说你当 因为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有立委提案 讲说有因为涉及到肥猫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有政府捐助 一开始的时候是政府捐助50% 我记得现在是改成政府捐助20%以上 而且包含是他竟然把18% 跟这个所谓的终身凤都拆开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就算你没有终身凤 只有18% 你只要进入政府投资 超过一定比例的这些单位里面 事实上连18%都要追 所以这部分我如果他没有停你就要找 这部分我要追 那今天董向导很清楚的告诉我 18%有继续领 那我说好 那如果以这样一个人的比例算起来 依他们存入这个所谓18%的一个专户的 这一些退役的高级降临 每个月18%可以再领多少 他说平均差不多2万到3万多 那我就在追这问的 那三节慰问金 有没有继续领 还是有 所以他很清楚就是他的退休的一个本缝的计算 这部分停下来 存在也是继续领 那如果说我们要照顾这一些退休的一个退伍 退伍的一个高官肥猫 已经给他一个薪水 领到比他在从军的时候 在为国效命的时候 这多钱啊 我们还要再给他额外的奖金 18%的优惠存款 利率 什么都给他 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吗 所以我认为说退伍会他已经失去了照顾这一些退伍军人的最最初衷的那一个美意 结果他变成说这一些这一些高官在养肥猫 然后就是对退休后找工作找出入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所以难怪我们Flandy会这么生气 因为我今天我也是质询到了 到后面那个真的是整个火器都抓起来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新政府商务 要处理年金改革 退伍制度的一个改革也是一定要处理的 是请教瑞德哥 当然就是国家照顾军人没错嘛 那只是说照顾的好像都是高阶将官 那特别是说退伍会当中这一大块资源 我们就说资源是不是有错置的情形 还说资源都被寡占都被少数人占用 特别我们这个选举的时候 军宅这也是一大块这个利益 都被少数人沦为就国家土地 沦为少数人炒作土地获利 主持人说到这个非常好 尤其是军宅在选举前为了王儒权的 买卖12副军宅案 最后国民党获得这样的结果 惨败 那么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在谈 刚刚任俊所讲的我非常赞成 退伍会的成立本来是为了照顾退伍军人 包括现在最主要的业务里面 也包括日渐凋零的这些老农民们 荣誉国民 这个我们不反对 包括全国现在整并成16间的 这个相关的农民医院等等 这些来照顾他们我不反对 可你知道吗 很多老农民在农民之家 或者是甚至于就最后就只有一个床位 该照顾的就只有一个床位 然后呢 然后呢 他退伍了以后呢 这些将官最少都有10万以上的退休奉的这些将官 他现在 你看 君宅他有保障名额 你知道吗 其他的还要去抽 那他们有保障名额 现在到退伍会以后呢 我们现在讲了两个字叫仇庸 对不对 这对吗 不管哪一个政党来执政以后 退伍会都不应该要 不应该继续以前的那种 仇庸所谓降领的那种方式嘛 你们占尽了便宜 你们当然对国家有贡献 但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不只你们啊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公平 你说什么管理在军中管理 这个带过几千几万个兵 管理你给我这么粗的油管 所以现在根本出的瓦斯管 你就可以来管理 那是鬼话连篇啊 所有的一切都是所谓为了仇庸而来嘛 今天这个自由时报的同胞里面 弄了那个所谓的唐叶协会被 等于说挪转那个东西嘛 对不对 你知道吗 16年前竟然可以因为一个政党轮替 然后呢 很抱歉是为兄 是国民党的 国民党籍的 前行政院的这个相关秘书长等等 他们竟然可以 因为台唐的这个相关的 那个理事的问题 这样子而已 把整个从一脉相成 由国家佩服给你那时候 在对日抗战胜利的以后呢 配了119公顷土地的糖业协会 由台唐监管 所有的一切都是台唐来的嘛 包括他的理事长 后来现在变更做整件事情的 也都是由台唐当过董事长的人来 最后经过变更 不好意思 全部脱离台唐 全部脱离国家 什么意思 共产就变失产了 你知道吗 最后打官司 所以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有人说你们就透过 国民党不是说你们应该透过法律诉讼嘛 不要透过什么 什么不当当场管理条例干什么 追杀嘛 这个案子刚刚讲的案子 今天晚上最新清查出来的是 所有的资产扣掉负债 跟土地增值税 至少替国家增回了三十几亿 是 那还不包括加拿大的土地 还不包括可能这些土地的 这个等于说市值 大概我们现在估算 大概有两百多亿 你知道吗 这十六年 打了十六年的官司 像这样的产业 公产变失产 才是我们必须要一件一件去查出来 包括国民党的党产 所以只要是合法的党产 一毛不跟你拿 只要是不当的产产 一毛都要追回来 对的确国民党执政这么久 其实大家担心的 就说有很多的 包括党产 或者国营事业 国家的资源沦为少数人私有 来来 世卫哥你要回应一下 针对于刚刚瑞德兄所说的 那个台糖的那个 公产变失产 当然我们同意 依法要去追溯的 因为这个是 很明显的 这已经有诉讼过了 这个我们很赞成 同样的 面对于党产的部分 我也讲 至少我们现在的一个态度 是你只要不法 我们看是要返还 或者是要怎么样处理 那就算合法的 我们也愿意把它捐赠出去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讲说 好像国民党在立法院 然后就在那边挡 不要忘记了 现在党产处理条例 不管当与不当的 这个处理条例 光民进党就有六七种版本 还有国民党版本 有的人讲说 你国民党拿的 什么 根本就没了 每个委员 他的一个提案的一个权利 大家到委员会去讨论 你认为国民党只有三十五席 那我们提的法 那个是不行的 那你整个就复位 那今天不要讲国民党 连民进党自己 自由的一个委员提案的 就有六七种版本 那你怎么整合 同样透过委员会去讨论 制定出来的 然后你送大院 通过了就依法习施 所以说这个部分 我们相当的一个坦然 那你想说 推辅会这个机制 我也必须讲 过去建议时期 你看到油啊电啊 然后这些天然气 全部政府的一个掌管 因为他怕出乱子 所以说他就由军方 这个头头他就尖 那同样蔡毅委员刚刚讲的 你已经有18% 事实上一码归一码 他军中的旅行完了 他18% 那你现在又要去把他 骗这个董事长 那是不是属于 另类的一个阅评的人 我也说 一条天出一条行 你执政的 你如果觉得这个制度不好 那你就不是把它做修改吗 来来我中心回忆一下好了 我先讲一下那个退辅会 这个事情 退辅会我觉得这个一定得处理 所谓处理不是说要把它撤裁掉 但是一定要做一个合理的解决 退辅会有什么功能 第一个刚讲农民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是越来越衰退 第二个 你说他帮国家赚钱 那但是这里就很清楚 经营不上的状况之下 多少是破产 除了寡占 刚才易于委员讲 除了寡占以外 我就要举一个融电的例子就好 融电是退幅会转投资 他2012年之后 他专门包政府工程 但是他这样可以搞到财务 他2012年他就发不出薪锤 2014年被财经破产 就讲你基建员工的薪资 退休金之前被1.7亿元 多少员工走上街头 这个证明是什么 就是经营不善 所以你讲这么多种管理专裁 这个大概都讲不通 你随便任何一个 这个外面的管理专裁去 都比这些将领 我想大概都是更专业的 那剩下两个功能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安插 安插自己 安插自己人 对不对 那所以安插自己人这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图利的很多利益输送 这些问题 那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退辅会应该回归正常化 比如说他有林场 他有农场 那这是不是经常到农林部 相关的部会去 他有农医体系 那就到医疗去 给农民更好的照顾 我觉得这个部分 现在新政府上台 他国家白皮处理 来皮处理也有 应该要确实的落实 是的确 其实我们刚刚讨论这些问题 都在于国民党执政这么久 但是让国家的资源 沦为少数人 那当然这个部分 可以去怪马总统吗 马总统现在在国外出访 是不是还在猛开支票呢 要小一买单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马总统现在正在 中美洲瓜地马拉访问 似乎大方的开支票 开了哪些支票呢 我们来看 包括答应瓜地马拉 要盖这个中美洲的九号公路 一路通到加勒比海 再来还有一个捐赠 一个肝脏移植中心 好那这些呢 外交经费要多少 那是不是强迫小鹰买单 我想请教任俊 这个部分 马总统似乎 已经是在看守的状态 那难道之前我们就说 他两岸的部分 好像要框住新总统 那现在开了外交支票 难道新总统也要买单吗 看守总统有人这样干的吗 过去马总统曾经批评 陈水扁在当总统的时候 后来采用所谓的金钱外交的方式 那我们也同样来质疑 马总统你现在出访 然后再去答应 这个所谓的邦交国 说我要承诺你在做什么 赞助什么捐助什么 那是不是均匀外交的一种 我们必须要强调就是说台湾的整个外交困境 当然是困难 但问题是当你在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 他对我们的外交是不是有所帮助 那这也必须考量到国家的财政状况 所以为什么当时马总统要出访的时候 大家都一直觉得就是说 你在这个时间 有没有这样一个必要性 当时大家也担忧就是说 马总统如果你到这个所谓的邦交国里面去的时候 你去承诺了说 我要做什么捐助 我要干嘛的时候 那那些计划什么的 其实对于即将要接任政权的人来讲 他根本搞不清楚 就是你到底在基于什么样状况 做这个决定 那所以你现在看起来 我们的担忧确实是出现了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 对于国外的这个援助 或者是所谓的协助 他去进行建设 那都不是短期的 不是一次性的 他基本上是一个长期的 那对于未来的整个外交的处境 在新政府上任之后 是不是有所改变 有没有一些邦交国或者是其他的外交的状况 是需要我们再特别去加强的 所以我觉得马总统现在 你其实某种程度上 你确实是限缩了 整个新政府在未来 整个在外交的空间 因为我们的钱就这么多 这样总不能说这边钱 转来转去或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某个部分是这样 那第二个是我 我其实真的一定要提一下 刚刚易宇所提到的那一块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董祥隆 他讲的是说 这些退府会转借到 这个所谓的转投资公司的 这些高级将官 他除了领董事长的薪水之外 只有扣除掉他的月推风 但是18%优惠存款 他造领的时候 我直接给各位看 这是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当时很明白的讲说 一到省计部 喊请公务人员退休法 修正实行后 然后稽查中央政府 这里面包含什么 军公教人员在转任 情细 有为师的一事 这里面很清楚的提到什么呢 很清楚的提到说 如果你今天是军公教退休人员 及人员在转任中央政府 只要你持股或捐助达到 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这些单位者 按职务之月薪 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扣除掉 他原来的这个所谓的 所资领月退金 加上公军保养老退五金 给付的优惠存款 利息和计数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 我今天在这个董事长的这个职务里面领三十万 可是我的月退缝加上十八趴 加起来有十五万的话 对不起 你必须要扣掉十五万 所以董祥隆的那个说法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跟你讲 他正就是肥猫 我觉得这真的要查 如果是如同任俊讲的说 监察院已经做出这样一个纠正 那竟然退府会 无视监察院的纠正 继续发放给这一些退休后 转任到肥猫公司的人 还有这个十八趴 我认为这是一个违访发放 这中间涉及到的 公务员堵支 非常的严重 是 那委员那继续 针对马总统现在在国外出访 开了一些外交支票 那现在就是说要小英去买单吗 如果说看守总统可以这样干的话 那说实在的 到底有没有尊重宪政精神 那以后的话 那是不是说包括在交接条例 或说可能修宪是不是都要考虑了 马英九基本上 他就是完全无视 他已经是一个看守的一个内阁 完全无视说 基本上他现在所做的任何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承诺 基本上在两个月之后 都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一个 一个政治的一个背书 但是呢 最可恶的就是说 他知道他在国内的政治承诺 已经没有人会理他了 他就跑到外国去 去跟我们的邦交国 去那边大开他的一个支票 去那边做善财同志 然后去做所谓的一个金元外交 这会产生到一个很麻烦的 就是说未来新总统小英 小英上任后 他要面对这些邦交国 过去马总统 他代表的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结果去那边做了怎样的计划 还是怎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都是非常的不恰当 而且不尊重所谓一个新民意 所以我还是要再次的 再次的跟马英九再提醒 2007年的时候 你的发言人王玉琪 所讲的一件事 就是一旦进入了看守期间 就应该要自行禁管 因为基于国家机密保护法 你涉及到了所有国家的机密 你应该要自行禁管三年 那因为卸任的总统 没有人可以管他 所以马英九在当时很自豪的说 我要卸任前 我会自己把自己禁管 让新任的总统来决定 我是不适合去做了 怎样的一个机密决定 外交政策很大部分 也是属于机密的一环 马总统这样做 就是当年他所讲的自己打脸 而且现在他去做 这样的一个善才童子 是不是为了选后铺路 我们都是非常怀疑的 来世伯哥你要回应 我回应一下 在马总统出访之前 外交部长林友乐 就已经有回应讲说 马总统这一次出访 他绝对不会去开 任何的这一个金元的一个支票 那这一个是马总统 到瓜国的时候 双边的一个元首会谈的时候 那瓜地马拉的一个总统 他希望讲说 之前我们台湾有补助 他们这个肝脏移植中心 还有这个脱关套路工程 现在已经是第三期了 在去年十二月就动工 他是希望讲说 是不是能够接续下来 做补助的一个计划 那同样的在会后的一个记者会 他们当地的一个媒体 也问了总统讲说 你会不会对于你们下一任的总统 你会提出什么样子的外交建议 那总统讲说 针对于这两个一个补助工程 他回来也会跟蔡英文总统 未来的总统来做建议 当然他也会建议说 下任的总统 他也能够以他外交的一个三原则 包括了说目的正当 然后过程合法执行有效 他是这样子来回应 当地的媒体所提问 并不是说他主动去讲说 他要跟蔡英文 未来的总统下指导级 或者是说他去跟瓜国 来开这一个建设的一个支票 来来来来 瑞德哥你怎么看 那照这样讲的话 那马总统等于是被动回应了 但问题是的确传回国内 大家是觉得 那显然小英新政府是得买单 当然总将我补助一句 现在立法院是在开会 如果有任何的我还没觉得 想说委员能够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直接问外交部 马英九这一次的出访 中美中两个邦交国 包括郭丁玛拉跟贝里斯 他的代号叫做久安之旅 这个长久安定的意思 我看不是久安 是久爽之旅 马英九很爽之旅 为什么呢 哪一个国家的总统 在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对不对 马上就要卸任 他去干什么 我不断地说 如果人家真的要邀请你的话 你可以大可在两个月以后 用卸任元首的名义 然后看你要是出自己的钱 还怎么样随便 国家也不是卸任后就没给你钱 那你到中美洲去 然后好好的去演讲 你这八点来如何跟这些友邦相处嘛 是 你为什么要发明子明膏几千万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钱 你不知道台湾现在最需要的是钱吗 最近就在昨天 肠病毒70疫情很可能来了以后 疾管署大 这次乖啊 赶快成立一个那个状案 对不对 前两三个礼拜在干什么东西啊 A型流感 B型流感 夺走了全台湾 几百个人的命啊 你知道吗 这些疾病 救命条的钱 来买那些疫苗 更多的人不用钱去煮 不是更好吗 是 这些钱 对台湾来讲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钱 你过去台湾可以做这样凯子 他在这个飞机上面要飞往 我们的邦交国的时候 跟过去一样嘛 最喜欢的就是做秀嘛 然后呢 就拿起麦克风来 飞机上麦克风 跟大家的媒体记者讲说 哎呀 你就不知道啊 我跟前任的政府啊 前任八年 对不对 我比他们省了六十几亿 我省了多少几十亿啊 你知道吗 前任阿扁 他不管你对他的所谓的风火外交 你赞不赞成 最不容易人家在做嘛 他想这办法 包括飞机突袭 迷航之力飞到利比亚 表示他很认真在做 你的活路外交 不敢去得罪中共 然后呢 就靠着中共这样子 嗯 好 我就不要跟他们建交 他们就不会跟你断交 靠这样 你还要花两千多亿啊 是 你现在连最后两个月 你都不放过台湾人民啊 我跟你讲 马英九非常的自私 为什么呢 以个人虚荣为己任 自国民党死身于都外 国民党现在 公共和派天爱 有史以来 堕入有史以来 比两千年的时候还惨 你知道吗 是 两千年起码还有国会啊 现在国民党是有史以来 最惨的 这像世伯兄常常说的嘛 现在好像被打落水果的 什么东西都算国民党的 你知道吗 就在这个时候 国民党已经跟你说 买一人全国 一人关一万 关一万啊 好多已经惨到这样子 惨到不知道怎么办 惨到好像整个国民党 快垮掉的时候 他不要管啊 他不管 他把这些都放着 然后呢 一个人搭了飞机 几千万 还带了不知道什么礼物 不知道 然后呢 在这些事情 就好像他说的 这个马锡惠的那个桥一样 他硬要人家以后的政府 你怎么做 人家就得怎么跟 你以为你是万年胎上皇啊 是来 韦中你怎么回应 现在看起来 如果说 马总统看守 其实是这样搞了 会不会逼的 就是说 到时候可能要制定一些 这个包括修宪等等 可能要去限缩 这个看守总统的职权 的确你 不要两个月 跑到国外去跟人家说 还要答应什么支票 其实是这样啦 就是说 其实张善震今天讲的话 我觉得他是对的 他就说现在 因为民进党这个内阁 民态也快出来 现在就是要做好 深度交接嘛 那深度交接 本来就是一月十六号以后 马政府最应该做好的事情 你把重要的文件 重要还在进行的事项 都一一的告诉 这个行政的团队 把这个做好 是马总统留给台湾民主 跟台湾人民最重要 最重要最后的政绩 因为我们知道 马总统之前说 他最后还要展现 让人民怀念的政绩 可能最重要就是把看守做好 然后把政府交接做好 但是我们必须说 今天中国时报记者郭篤维 在资深记者 在BB上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满酒的酒安之旅 是令人费解 他就讲第一个 你到中美洲去 你是被冠中国台湾同意 第二个 你去中美洲议会的演讲 这个机构 我们下车的 有什么东西 我去中美洲议会的 我去中美西新冠 我们下车的